等到三百多天终于走进职场 希望一切最后都能戏剧收场 不管身边的朋友已不一样 我们都是不说脏话的艺术家 你不知道今晚多么的不一样 你受伤的漂泊在是非之一张 不管你去年经历多少空谎 郝平想问你一句话 嘿 你还好吗 放下了吗 去年那些疯狂 那些悲伤 那些悲伤都不要再去想 别再慌张 别再害怕 被骂才有流量 是你 让小生回到剧场 等到三百多天终于走进职场 希望一切最后都能戏剧收场 不管身边的朋友已不一样 我们都是不说脏话的艺术家 你不知道今晚多么的不一样 你受伤的漂泊在是非之一张 不管你去年经历多少空谎 我知道你心底有个愿望 郝平 如果我们今年的专场 又被沿上要怎么办啊 被沿上就被沿上啊 被骂才有流量嘛 懂不懂 流量 可是却有人说 我们在秤他们的流量啊 秤就秤啊 流量这种东西 就是摩擦深热 越秤就鼻子越红嘛 那疫情怎么办 疫情这么严重 观众不敢进来看我们表演 没有表演没有收入耶 没有收入我们要怎么进去 齐腾 我们是喜剧演员嘛 既然是喜剧演员 这些狗屁稻造的小事 我们就让他们通通 喜剧收场 哈 等了三百多天终于走进剧场 希望一切最后都能喜剧收场 不管身边的朋友已不一样 我们都是不说三话的意识家 你不知道新闻多么的不一样 喜剧收场的幻想不再是幻想 不管你去年经历多少恐慌 我知道你心里有个愿望 想看烟伤 喜剧收场 我愿望 我愿望 你不愿望 我愿望 感谢观看